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小时都是夜空的美妙景象 当夏季到来之时 才会出现24小时都是白天的现象 十分奇妙 居住在这里的是萨米人 他们保留着很多古老的习俗 他们居住在草房里 并且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聚居 拉普兰德是一个极其热门的旅游地 当地人饲养了很多绚鹿 并且会给游客进行套路表演 这里还是圣诞老人的出生地 所以拉普兰德有着深厚的童话气氛 在当地也有很多著名的童话故事 比如魔镜的故事 以及加一和格尔达的故事等 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取材于这里的童话故事加一改编的 游客们来到拉普兰德观光 特别喜欢乘坐迅鹿拉的雪橇 这里的人世代与迅鹿生活在一起 迅鹿也成了拉普兰德的标志 到了9月份这里才会出现绿意 植物们睡醒后将拉普兰德的大地变成五彩的调色盘 极其美丽 小伙伴们想去拉普兰德乘坐雪橇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